很多人都期盼着自己能走桃花运 走在大街上都能有美女投怀送抱 但美女真的投怀送抱了你敢接受吗 近日四川绵羊一段视频在朋友圈疯传 车在监控视频显示在到达目的地后出租车靠边停车 司机等待后座女乘客付钱下车的时候 后排女乘客突然搂住司机的脖子 伸着脑袋强吻出租司机居然多给15块钱当补偿 由于事发突然出租车司机被吓坏了显得非常抗拒 对此网友表示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 15块钱一个闻也太廉价了 据出租车司机孙先生介绍 事情发生在当天晚上8点左右 涉事的女乘客并未喝酒 该女乘客上车后不久就向孙先生要微信和电话 但孙先生并没有给她到达目的地后 原本5元的打车费她给了20元 但是孙某认为今年她已经30岁了 而这15块的精神损失费对她来说不对等 就在孙先生准备给她找钱时 就发生了视频中的那一幕 但因为孙先生极力反抗该女乘客并未得逞 司机被亲完后思绪十分复杂 完全想不明白一个女生为何会如此疯狂 调戏完之后扔钱就走动作丝毫不脱离带水 不细想好像还有一丝江湖女侠的气息 但是她之前的所作所为 却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从视频画面来看 这名女子看起来还挺年轻的 应该还没有对象 但是就算是看上了司机 也不应该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去追求对方 而用这样的手段只会让对方对你反感 这件事过去之后 当时司机只和自己的同事聊过 但没想到没过几天视频被曝光了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网友认为这名女乘客的行为 其实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是违法的行为 希望警方可以介入调查 不过大部分网友还是调侃道 男孩子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如果司机没有自控能力的话 那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真的是不敢想象 对此你怎么